三点玩什么 我自己上个礼拜也去了一趟桃园 真的好想住在那里 而我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的 那个青年书局的局长有来 然后他有提到说 桃园市现在的整个平均年龄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还是要跟那些 不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 你们知道现在呢 在桃园的部分 根据内政部去年的统计 现在桃园的原口数是历史新高 到了229.6万 200多万的人内 而且呢 六都当中 他的人口数是目前正成长 而且是平均年龄最年轻的 所以现在桃园的发展力 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 但是今天我们处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不管是不是居住在桃园的人 只要你在台湾 你一定都会使用到的 这个交通工具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桃园 我们的捷运 那这一次呢 我们自从去年 TPAS的月票开始之后 我想我们搭乘的人 是越来越多 现在有好多人都是 在两个城市当中 这样做移动 那在我们捷运公司这一边 有什么样子的 因应的政策呢 好 当然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桃园地区 人口快速的增长 再加上行政院 补助的这个 公共通勤票 TPAS 1200 开始实施以后 我们机场捷运的 沿线的运量 也大幅的成长 从疫情前的日均量 大概是七万六千多人 成长到一百一十二年 刚开始实施TPAS的 这个平均日运量来看 已经到了十万出头的人 平均的已经 每天都增长了三万多人的 屡次 那到了今年一百一十三年的 前三个月 就是一到三月 我们的平均日运量 已经突破了十一万 那在目前来看 后续机场捷运的沿线 还有很多这个重划区 跟市府的重大建设 会陆陆续续的 这个新建跟成立 还有交通部的第三行下 的这个新的启用 那我们已经预估到 这个旅运量会正成长得 非常的快 所以当然在目前 我们考虑到周边环境 开始人潮来移入的时候 那我们也帮这个旅客去思考 桃园捷运公司是先秉持着 先满足提供这个满足旅客的需求 来带动周边的运量 所以我们从一百一十二年的 四月一号开始 运务处开始观察周边的整个 机场捷运的运量 开始有刚刚提到的慢慢成长的趋势 所以我们在一百一十二年的 四月十七号开始 就针对城间通勤的旅客 开始我们先优先发了加班车 那陆陆续续从一百一十二年的 七月三号 十月二十三号 总共我们在城间往北 就是卢竹往北台北这个方向 我们开了三班的北上的加班车 那在今年的三月一号 我们也看到这个运量成长的趋势 我们又再加了第四班的加班车 所以在以卢竹以北的路段 在平常日的早上七点到八点 这个时段 目前这一个小时里面 总共就会有四列的直达车 四列的普通车 跟四列的加班车 所以平均是每五分钟 就会有一辆列车 从卢竹开往台北这个方向 等于是我们整体的班次 其实都已经提高了 是的 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要从卢竹这边 来台北上班的话 或是通勤的话 其实反而是更加方便了 没错 没错 特别是针对我们讲的 领口生活圈的A7 A8 A9 这三个站的民众 我相信这个部分的民众 应该是特别有感 对 对 那边的确也是很多人住在那边 然后很多 特别是很多小朋友 就是爸爸妈妈要接送 什么就是真的交通的黑暗期 陶杰真的是书运帮忙了 非常大的忙 然后除了刚刚助长讲到 就是我们多了非常多的 加班车以外 刚刚也提到了 为了应运 未来有这么多的 像第三行下的开设 还有旅客越来越多 然后还有我们通勤的量等等 听说我们的陶杰这边也有在采买新的车厢了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因为陶杰公司已经预估到这条机场捷运线 后来会移路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再加上刚提到的陶杰机场的第三行下的落成 那另外还有台北车站 那个双子星的这个商业大楼 如果在116年完工之后 势必除了旅游跟这个观光的人潮之外 还会有一大群的这个通勤跟商业人口的发展 所以我们估算以后 以现在当初铁道局提供给陶杰公司 机场捷运的31列车的这个运作能量 输运能量 到了115年开始就会不够 所以在三年前 我们就开始积极的运算跟规划 然后积极的跟铁道局来争取 告诉他们我们的列车真的快不够 不太够了 所以从陆陆续续就透过市政府跟铁道局 还有交通部来去反应 我们初步估算 如果要在目标年民国129年 那包含铁路地下化 桃园的铁路地下化的跟中立站 相通了以后 就是机场捷运的A23 开始启用之后 整个的通勤人潮 光是三航下 他的这个进出的旅客 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运能给吃垮了 那所以我们积极的跟交通部要 我们计算要15列车 15列车才够 那刚好日前 郑文燦政府院长 来巡视桃园地方的这个交通建设 他初步已经回应 可以同意机场捷运 初步先增购10列车 10列车 当然后续我们会再透过各种管道来 跟中央来争取 另外的5列车也要快速的到位 因为那天看到新闻 好像是增列15 但预计在115年希望都可以到位就对了 是没错 对就是在这段时间 除了我们增加了每一个站点的这个加班车次以外 让大家在日常的通勤可以有比较有余裕 然后也因应一下现在的太多的人都必须搭往这两个城市之间这样往返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特别留意到 如果你在搭 不管是到机场 搭我们的桃园机节 或是你自己在两个城市这边 在台北上班 在领口上班 各种的 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桃园捷运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呢 刚刚我们其实跟处长聊到这个很有趣的这个设计 就是如果你有在搭我们的捷运的话 你会发现这跟台北捷运不一样 这是我也想要也要借此请我们处长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呼吁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搭桃园捷运的时候 以为他好像就跟高铁一样可以吃东西 但其实是不行的 对不对 是没错 因为这个是大众捷运法规范 在捷运系统的场站 在饮食线的内部是禁止饮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呢也因为很多人不晓得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国外旅客就算了 但是自己呢在台湾如果还不晓得这个不小心 把东西打翻的话 我们现在有因应的措施 而且是非常便明的 待会回来告诉你 今天非常可惜我们没有开直播 就可以让大家听听我们的处长 四一下聊天跟刚刚在麦克风聊天 都不太一样 处长刚刚很有趣 处长说因为呢做这个工作 其实都在要求数字化量化 对不对 所以不自觉严肃了起来 因为这是你们日常 最常就是跟长官报告啊 然后要达到这些数字啊 对不对 对已经不知不觉养成习惯了 所以是一个职业病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呢 其实看看 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不了解的职业的行的一个某些面向 特别是大家对于公家机关 总是会有诸多的要求 但是在那诸多的要求背后 你得要先理解人家到底做了什么 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 就比喻哦 像我刚刚在前面跟大家讲的 我来问问收音机旁边的大家 如果你今天在搭捷运的时候 突然隔壁的那一个乘客 他不小心把他提的手摇引给打翻了 还是珍珠奶茶 然后整个珍珠奶茶就溢满了车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人来清理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很多人可能就会按那个车厢上面一个按钮 对不对 这应该也是非常多民众的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处长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在机场捷运的列车 他有一个安全防护 当列车还在车站的范围的时候 如果有旅客按下车厢里面 这个紧急对讲机的时候 机场捷运的列车 这个时候是会被禁止出发的 就是整台列车就会停在那个地方 月台那边 那会造成其他的民众跟着一起 受到这个行程受到影响 那你看哦 因为呢 大家台北捷运大家都习惯了 我们不会饮食 但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在搭机场捷运 连我们自己 我自己记得搭机场捷运第一次 然后因为都是早班嘛 你才会想说很早的飞机 然后你想搭机场捷运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也会有个困惑说 这可以吃东西吗 因为那个环境跟捷运又不太一样 然后有点像高铁 然后你就会觉得 好像可以吃东西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想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意识 是不是我们在搭机场捷运 逃街的时候 我们会更容易吃东西打翻东西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运行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很长 列车被卡在月台 太多人按红按钮了吗 偶尔 不然说很长 但是因为大家有需要 这个可能是有紧急的需求 或是任何的需要服务的部分 我们公司也工作人员都会秉持着这个 一定要赶快把状况给解除掉 所以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去处理 那也是因为发现有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希望更加的辩明 所以听说我们在去年开始推出了一个Q捷径立马青的服务 这个服务是什么 可不可以处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这个Q捷径立马青 其实也是来自于同仁这个创意发想 刚刚像主持人讲的一样 很多民众他很自然的就会去按这个紧急对讲机 告知这个司机员说 可能某个车厢有什么需要服务的部分 那特别像是地板脏污 或者是有一些旅客可能身体不适 在车厢里面呕吐 那当然后来我们发现这种 大概占了我们这个紧急对讲机 作动次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我们就觉得 可不可以有更方便 更精确的方式来提供 让旅客可以很快的告知 我们实际车厢上有什么状况 那特别是针对只是需要清洁服务 这样的状况的来去设想 所以我们在目前全线 机场捷径全线22个车站 跟所有在列车上 在主线上运行的列车的每一个车门上 我们都贴了一张贴纸 那每一个贴纸上面有一个特别定位的QR QR Code 那民众如果有类似像这种需要清洁的这个需求 其实可以不用再去按这个紧急对讲机 只要拿起你的手机 那扫描一下那个贴纸上面的QR Code 这个在我们的系统上 针对这个QR码的这个准确定位 会准确到哪一个车厢的哪一个车门 甚至在车站的话是哪一个厕所的侧间 他们都可以精准定位 那这个时候会有行控中心 这边会接受到这个QR码的这个需求 那这个时候就会派清洁人员 立即去这个准确的定位来做清洁的服务 那旅客使用这个QR Code的时候 也可以不用太担心 只要你扫描以后 系统会直接带入 跟您确认一下 是这个地方这个定位需要清洁服务 那只要按确认 这个系统就会直接发报给我们的后台 那你不用再填写任何的资料 也不用拍照 什么都不用填 我们的系统自己会定位 而且发报给后台人员来做后续的服务 刚刚姐在聊的时候 助长有提到 我们一个车厢到底有几个门 一个车厢六 一个车厢有两侧总共有六个门 六个门 那我们几节车厢大概有四个车厢 所以一节列车有24个门 等于是每一个车门旁都有一个QR Code 然后厕所也有 厕所每一个侧间都有 因为如果你今天上厕所 突然发现怎么很脏的时候 你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我跟大家讲 是我觉得这很特别 也是刚刚处长分享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设计有多贴心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想说 可是很多长辈就是不会扫QR Code啊 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的murmur 结果没想到处长说 这个QR Code真的就像刚刚处长分享了 大家如果发现你现在所在的捷运的车厢 然后有脏的东西 不管是呃吐物啦 或者是一些垃圾啊 需要清洁人员来清你的话 你就直接拿你的手机扫那个QR Code 用相机就拍就会点进去一个连结嘛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连结呢 他直接就会告诉你说 你是不是要清洁或者是你是否同意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按同意就对了 对 按确认就可以送出了 其实只要两次的选择而已 一个就是进去 然后再按同意 没错 因为这每一个QR Code都已经精准的定位 等于是你现在看到的任何一个QR Code 都是独一无二的 哎是的 没错 对 然后呢 你不用紧张 因为呢 在下一站的时候 他们就会借由这个系统去通知下一站的清洁人员 他就会上他的车厢 然后去做清洁的动作 对对对 等于是大家不会等到这台列车 然后慢慢不知道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才有清洁人员进来 就太晚了 就是时时刻刻的都在监控整个车厢的清洁就对了 没错 所以这个也要非常仰赖所有的使用的工具的朋友们 大家要记得要来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也是因为大家不停的这样子使用 才可以一直滚动式的调整嘛 就是像刚刚我们从按钮到这个QR Code 市府同仁真的是很有创意耶 因为要一直去发想一些东西 然后让这个作业的流程可以更加精简一点 又可以让使用的民众可以更加的方便 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这个也是仰赖在台湾的生活习惯 因为在台湾的这个捷运系统 已经是成为大家一个市民的一个骄傲 常常被国外的媒体报导说 台湾的捷运是舒适 真的 快速 没错 而且便捷 而且又干净 没错 因为所以各个台湾的各个捷运公司 都秉持着要提供这个优质的服务 然后创造一个让旅客可以舒适搭乘的环境 所以大家都绞尽了脑汁 那当然也拜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 这个 琐事啊 所以我们只要发想 当初就是透过5G 再加QR码这样的服务 可以很快的来做这个提供舒适环境的这个服务 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桃园捷运这边还有很多沿线 正在开发延展当中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站呢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少去 但是未来它可能都会是重要的发展区 然后所以其实有一些 除了像之前大家看演唱会的时候啊 一定会去那些 那一定都是大站嘛 是 对 但是呢 我觉得桃园捷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他把一个这么科技的东西 感觉有点像是在为未来的航空城来做准备 这个叫做智慧车站 处长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智慧车站 好 这个当然也是刚我讲的拜科技进步所赐 那我们在一些刚开发的一些站点 特别是我举例来说目前机场捷运有一个A20的新南站 目前是桃园市政府准备要做新的都市计划 那周边正在整地 可是在整地之前呢 周边的住户比较少 所以当那个车站进出 一天进出的人就当然相对的比较少 那公司就在发想 可不可以用一个更科技的方式 然后来顺便减少一下能力的这个成本 所以我们就利用了这个AI的智慧 跟5G快速连结的这个特性 在目前在A20站 事办了一个AI智慧的账务员 那当初一开始发想的时候 除了让旅客有对讲的这个需求之外 公司考量到 如果只有单纯的语音服务 可能太冷冰冰了 对 那所以就创造了一个虚拟人物叫做飞飞 我跟大家说飞飞很可爱哦 是 他是一个邻家女孩的形象 对啊 而且好有气质哦 是 那这个时候在让旅客在面对AI人工智慧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感觉 对 那他当然透过AI 他会主动的收集语音 旅客要跟他直接对话 他会去做旅客需求的辨识 然后提供可能是你要加值电子票证 或者是要买单程票 或者是要询问列车的时刻表 或者是站区附近的景点要怎么去 那这个飞飞呢 他都可以透过他的资料库搜寻之后 满足旅客的需求 那有的时候或许有些语音啊 然后当然可能年纪比较长的 可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口音 是口腔 这个口音他这个比较难辨识的时候 那我们的飞飞也会寻求帮助 他会问 你在说什么 对可以可不可以重复一次 如果还是无法买出旅客需求的话 他会跳出一个是否需要他的学长姐来帮忙 那他的学长姐呢 其实就是我们透过5G的传输技术 在隔0站 就是A21站的站务员 他是透过远端遥控的方式 进入飞飞的这个系统 那他会出现一个虚拟的人物 直接来跟这个需要服务的旅客来做对话 那我好好奇哦 飞飞如果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他叫来的学长姐 每一次都会不一样吗 那要看当时在A21站值班的张务同仁 对声音是不一样 但我说那个画面 画面都会是一样 也是一个邻家女孩的形象 很好奇会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民众有这个好奇心 也可以不妨去A20站试试看 对对对 大家可以到 我觉得一个新的路线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些规划 他有一些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展现 这样像我觉得这个智慧车站就很适合 大家没事搭去哪边跟飞飞聊个天 当然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多利用这一套系统 因为我们在后台 也会尽量的去收集 每一次旅客跟飞飞互动的一些资料 包含可能语言上 或者是他的语意让民众不了解 我们都会在一直不断的滚动子的检讨 让这个AI人工智慧持续的去学习以后 能够快速的满足旅客的需求 没错 总而言之呢 今天呢 谢谢我们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在我们的桃园捷运 现在增设这么多班次以外 让大家在通勤上面 或者是到机场上面 有更加的便利以外 也要仰赖每一个人的维护 以及这些使用 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去精进 今天很谢谢我们的处长 谢谢你 谢谢 那我也工商广告一下 我们希望这个 北北桃部分的这个民众 也可以多多利用 机场捷运到各个景点 去做观光休闲旅游 那我们也非常 桃园捷运公司也结成的欢迎 各位民众能够来搭乘 机节来体验我们的服务 没错